現在回答的問題就是 關於什麼情況可以入邪靈 當然最多人入邪靈就是拜偶像 接觸靈界,蜜米、占卜 那些是最容易接觸邪靈的 但除了之外就是犯罪 比如一個人在情緒、憤怒、奸淫 因為奸淫對方有邪靈也會傳遞 接觸死人也會 我曾經認識一個人 接觸死人是否每次都有呢 我又不能這樣說 總之我認識一個人 他曾經有一次跟朋友一起玩 但朋友玩得很瘋狂 在沒有月光的情況下 他就駕著電單車 在奔馳 然後兩架電單車就撞了 撞了之後 他就死了一兩個人 然後這個人就很傷心 我認識的那個基督徒 他就跑去抱住死了的人 當他抱住他的時候 他立刻就沒有了知覺 一抱住他立刻就沒有了知覺 然後他那晚發夢就看到邪靈 這就是接觸死人的傳遞 為什麼會有呢 因為這個人死的時候 邪靈拿他的靈魂 所以當人接觸的時候 邪靈就傳到他那裡 過了很多年之後 他見到我 然後他又告訴我這個情況 我就跟他說邪靈 他就立刻有反應 即是立刻看到他有反應 其實入邪靈的機會 可以有不同的情況 尤其是一些本身邪靈強的人 你就普通的接觸都可以傳遞邪靈 譬如說 那個人跟你做按摩推拿 都可以接觸邪靈 如果那個人本身邪靈嚴重的話 所以這些我們都要小心 最好的方法就是 我們保守自己 就是跟神關係好 處理罪 不可以最終 以及我們的生活方式 是簡單的 如果你是跟從神的 愛神的 處理一切的罪 這樣的時候 就不會容易受邪靈的影響 你跟神關係好 就一定不會受邪靈的影響 而說邪靈 我覺得不只是這樣說 而是享受神的愛 扶著神的愛中 又處理生命 處理生命中的問題 這樣的時候 趕就會很快 有時候我會祈禱的時候 就說 享受神的愛 多謝天父愛緊我們 在耶穌裡面很開心地笑 都是一個趕邪靈的方法 因為有神的同在 邪靈自然會走 我對於趕邪靈 我就不覺得是要空冷 又不需要大聲 又不需要不斷趕 因為不斷趕 那個人都很辛苦 反而可以跟他享受神 他沒有那麼辛苦 如果未信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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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信主一定要帶信耶穌 一定要帶信耶穌 是的 譬如我們那天 廣邪靈那個人 他初頭不肯信 總是不肯信 那到… 我們就說 不如為你祈禱 讓你舒服一點 聖靈都會做這件事 他未信主 都可以令他舒服一點 但是呢 最後我就說 你真信耶穌呢 耶穌的祝福更大 他真的願意的時候 那個釋放就很不同了 還有之後他會笑 會開心 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改變 要不可以說到很清楚的福音嗎 要不可以說到很詳細嗎 三福那些 要不可以說到很詳細 不會那麼詳細的 我們最主要是讓他知道 他是罪人 耶穌是真神 耶穌為我們釘十字架 你真心悔改 信靠耶穌做救主 你將你的生命給耶穌 你也要跟從耶穌 他願意的時候 你真心 你真心 憎恨罪 你知道罪是破壞的 你真心想耶穌救你 你需要耶穌 有時候我會用一些方法 你拔著耶穌 耶穌我需要你 我拔著你 這些方法 有些人來說 可能會更加真實 用一些普通人說話的方式 可能會更加真實 師父